欢迎回来 三年前 许女士给孩子报了金宝贝的早教课 她说 旗舰机构断断续续营业 目前还有一半以上的课程没有上完 可孩子已经长大了 2019年9月 许女士跟杭州宝乐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签了课程销售协议 花了17000多块钱 给孩子买了108节早教课程 那时候是一岁半左右 主要是早教方面那种 一些跟小朋友之间的沟通 前两个月都是正常来上课的 但是因为19年年底 出现了一些疫情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我们也没办法来上课 第二个早教中心这边 也是频繁地停课这些 许女士说 之后的三年课程断断续续 现在108节课 还有66节没有上 虽然金宝贝方面 把课程延期到了今年年底 但孩子已经长大了 小朋友已经5岁多快6岁了 他也不再适合于 这个早教中心的早教课程内容了 所以我想跟早教中心这边 沟通退款 但是那边老师说 第一这个款项不能退 然后第二就是也不能转让 协议里有关退款的约定 其中一条的大概意思是 全部课程已经上完一半的 不会退费 许女士说孩子的课程上了 还不到一半 按理说可以退费 协议中还有一条的内容是 已经上过全部课程 三分之一以上 没有超过一半 可以退还以赴费用的三分之一 按这样算下来 许女士能退5000多块钱 因为三年疫情的原因 家长这边很多情况不可控 找药中心这边情况不可控 我们也都相互理解 但是如果她说一分钱也不能退 肯定是不合理的 许女士给记者看了她和机构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 她说之前沟通时提到过生二孩的打算 机构工作人员提出 课程可以留给二宝也能延期 后来她又问能不能转让 得到的答复是 只能留给自己家的孩子 许女士问如果不生二孩 是不是课程作废了呢 对方没再回复 许女士待记者找到了杭州来富士中心 三楼的金宝贝儿童多元成长中心 她说退费的事情都是和这家店对接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不接受拍摄的吗 那你们总得把她这个事情上了解一下吧 那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接受采访 都是需要到商场包备的 那就去七楼那边去问一下好了 商场包备了之后你们来接受采访吗 他们会通知我们的 通知你们什么呢 那我这个不太清楚 流程上是这样子的 这家金宝贝的店员表示 没有负责人的电话 记者找到来富士中心的管理办公室 向前台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 能够跟他们门店协商清楚的 也不会来麻烦咱们商场方面 那现在是他们主动要求 我们来讲你们 所以说 那你要不留下一个联系电话 离开没多久 记者接到来富士中心的电话 说是他们和商场里的这家 金宝贝对接了 徐女士不是在这里报的名 这个学员呢 他们那边也是去帮忙核查了一下 就是这个学员 他原来是在万象城那边报名的 所以可能还是要就是让顾客去 其他地方去寻求一下处理 杭州来富士中心跟万象城离得挺近 难道徐女士记错了 这时记者想起了7月份的一条报道 7月份杭州的水女士反映 去年5月份在金宝贝万象城店 给孩子买了课程 去年8月份接到机构通知 说是新中心搬迁在即 9月1号到来富士中心正式上课 徐女士说 课程确实是在金宝贝万象城店买的 去年她也接到了搬店的通知 去年9月份的时候 她应该是打电话通知我的 说万象城店因为比较旧了 他们要重新装修 然后我们所有的会员 都转到了来富士中心这边 徐女士带记者找到了 曾经在金宝贝杭州万象城店 上课的地址 这里已经换成了其他品牌的店面 正在装修 徐女士说 金宝贝来富士店 就是从万象城搬过来的 她手里还有证据 从金宝贝的APP上面 去查我的小朋友的信息 上面的合同的主体 已经是变成了 是来富士中心这边的金宝贝了 之前这家金宝贝表示 要采访他们需要和商场报备 记者再次把情况反映给了 杭州来富士中心的管理办公室 采访品牌 这个我们因为是 它自己的一个自主亲领 那我们这边是没有意见 但是就是我们因为 刚刚说的 首先因为当时报名 不是在我们这边 那现在所有的这个你看 就他们上面显示的 就是在这儿 是他自行并转 到这里来上课 但是具体当时候 你们那个报课的时候 合同怎么样那些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那个东西不是有吗 当时候他们是有过一个 书面的东西 所有其他的校区的那个会员 他们自行处理的 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商场跟金宝贝 签过一份书面协议 一旦有学员和培训机构 产生纠纷 由金宝贝方面自行处理 许女士和记者 再次找到了这家金宝贝 之前的工作人员 已经不在了 换了一位小伙子 他说自己不太了解情况 但可以帮忙记录并反馈 截至发稿 记者没有收到 金宝贝方面的回复 许女士反馈 后来金宝贝方面告诉他 按照协议 课程在2020年9月 就已经过期 无法退款 他不认可 毕竟在金宝贝的客户端上面 课程要到今年12月31号才过期 他准备把情况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不认可消台市场的小伙子 各位先生们过期 我们不认可